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临宗欲知诗句 首书妙法莲花金五字 佛高唱金体哲哉 固然而起 如是则修灿持经 君师净土行业 这是说明 念佛的人 可以坚修坚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生净土 《弥陶经》 《云中超》是他著作的 《蛇》 《小本弥陶经》 古代这三种最重要的著作 几乎是修净土的人没有过独立 就是 《莲池》大师的素肠 偶叶大师的药剧 《游戏》大师的严重重 《莲池》偶叶 他们是专修 经济 而《尤戏》大师呢 他坚修 禅法 他每天 拜法花禅 大悲禅 光明禅 弥陀禅 任念禅 他专修 禅法 临终 欲知 实至 虽然修这么多禅法 他最后的回向 就是求生西方 基督 念念 不忘西方 所有一切功德 统统回向 求生 净土 这也算是 一乡转念 祖师做出榜样 来给我们看 年宗 欲知实至 自己 不识学阿弥陀佛 学妙法 临华节 而且呢 高唱 经体 大声 领语 南无 妙法 莲华节 南无 妙法 莲华节 这是日本出家人 我们常常听到 因为日本这些祖师大德 在唐朝时候 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 跟智德大师的学生 智德大师是尊公法王 所以 他们这个牌 就是念经体 一到寺庙去听 南无 妙法 列华节 那念这个 他不是念阿弥陀佛 善道大师 那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是在日本非常非常富贵 行 不是不行 只要将所有功德通通回向近 我们在这一篇 我们在这一篇里头 三辈往生 一共有四段 前面三段是将上辈中辈下辈 最后一段就是修 一切大致经典 一切大致经典 通通行 最后将所有修学的功德通通回向求真净土 通通奔神 这是一套法门 无比殊胜 无比的广大 实在是 不但你修学佛教 任何一个法门 能生极乐世界 在我想象当中 其他宗教 也就是读圣经的 读圣经的 读古兰经的 要把它一生所学的功德 回向求真净土 肯定也能得生 这才是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 劣力的功德了 他不分任何宗教 所以往生一个绝对的条件 我们要记住 心静则复土静 无论修什么法门 无论修哪个宗教 只要修到清净心 就能往生 心静则复土静 不一定要念 不一定要念 无论修行 法门殊胜无比 广大无比 你看它包容 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只要你心地清静善良 你想到极乐世界 统统不是我 平等对待 没有搞下之差 所以 一切祝福赞叹 那我们就联想到 一切天生赞叹 祝福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我相信祝福也会跟着赞叹 他也是光中极尊 祝神之王 尽宗不可思议 祝福赞叹